为了丰富店内鸡肉美食 马大哥和父亲还借鉴了河南桶子鸡的做法 将生长约700天的老母鸡先腌后卤 做出皮脆肉绵的口感 马大哥说桶子鸡的肉质要比烧鸡坚韧 用手撕着吃很难吃出它的脆嫩绵软 那么桶子鸡该怎么吃才好吃呢 这个桶子鸡必须得剁开来吃 不像平常那种剁法 剁不好也不好吃 那这怎么个剁法呢 桶子鸡就是108刀 几刀 108刀 108刀 对 这个鸡才多大呀 108刀那这是还能吃到肉 就是大概它那个剁的距离呢 就是说很细 然后就是说吃起来又脆 然后那个肉它比较绵 好油 就是什么意思 我明白了 其实是一个夸张 就是约束 大概是一般的 对大概是一般的 这意思是要切得细一点 小一点 这样的话才能平衡这个肉的口感 对对是 切成宽约一厘米的鸡肉条 才能吃到桶子鸡皮脆肉棉 还不塞牙的绝佳口感 马大哥切了60多刀 就能将一只桶子鸡切完 还真的是 我觉得如果切得太大块的话 可能就品不出这种脆感来 对 品不出来了 对 虽然这皮很脆 但是这个肉吃起来就是 比较面的感觉 马大哥说 切108刀 源于他父亲 对水浒108匠的崇拜 中国古典名著 《水浒传》闻名天下 水博梁山的故事 就发生在距离人城区 70多千米的梁山县 马大哥从小就是听着 这些传奇故事长大的 用美食推广和传承家乡文化 这是他和妻子热衷的事业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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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